六天九點九節兩三四 日前團署家庭兩邊的年宿別區滅落去土壞 為了票變發生異瓦 廟宏已經先油漆塞了境界 並且通報文主教主管單位趕緊進來進行收穫 為了票變油漆的境界作成異瓦發生 廟宏是暫時先將年宿滅落去的地方用塞了圍起來 外牆的裝飾品就是在上上禮拜的時候 第一個冷氣團下來風很大的時候 隔天的話我們來就看到地上怎麼有一些碎碎的東西 然後往上看的話就是都已經剝落很多了 然後上面屋頂上也懸掛一些算是棉的那個東西 因為怕人家受傷所以我們先做一個處理的方式 就是先用個東西跟它圍起來 然後我們已經有通知文化部文資局的 他們說會派人下來 這六起的二層是在重點面中的兩邊 因為龍山寺是各種各種 廟宏沒有辦法自己收穫 因素是希望文主教趕緊來處理 因為我們是屬於國定古蹟 是屬於那個文化部文資局在管理的 所以我們要先通報他們才可以 看他們如果說要整修的話 也不是說我們要整修就馬上就可以整修 要看文化部下來看是怎麼裁定的話 是需要我們自己整修的話我們再下去整修 廟宏表示 蘇阿羅的滴北過年了 很多信託都會來拜拜 希望相關黨為趕緊來守候 屬於那邊發生說到人的意外 新中華新聞 廖良青 六港 彩虹報道 在這裡 這一集 下公子 上 下公子 下公子 谢谢大家